唐氏政府利用台契四线快速道路下方的空地 打造一处小花海成为存区小花博的亮点之一 但是园区外围的小侧沟却是杂草重生 甚至还有垃圾在里面 地方表示将近200公尺都是这样的情况 连马路对面的水沟也是如此 21月3号小花海就要开幕 希望相关单位赶紧前来处理 地方明代指着小侧沟 可以明显看到原本应该是水流流津的水沟 现在却被杂草占据 不仅阻碍水流 脏乱的水沟给人的观感也不佳 杂草成根 砍掉了 本数整个 很久了 现在花博要开幕 市长要来 都这样会看 水砍掉了 陶氏政府利用台契四线快速道路下方的空地 打造一处小花海 却会囤区小花博的亮点之一 不顾园区外的侧沟却是杂草重生 甚至还有垃圾在沟曲内 明眼200公尺场都是这样的情况 连堆命的水沟也是如此 地方希望能够尽快派人来处理 我们上台要做一个小花海 采购切衫就要断工了 就开始了 在酒店都非常脏乱 感觉来非常不好 给大家看 希望我们四大队 很快要来清理 清清的 两边都很厉害 也都在那里 清清的 不清清也实际上没看 一边差不多两边 差不多四百米左右 清清的 人来也真的会看你 地方表示 杂草垃圾阻塞勾取 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 地方明代接户成情后 立即联络第四公务大队 希望能够在11月3号 小花博开幕前处理完毕 不要让这一点小缺失 坏了花海的美 今天全装台中才有报道